本视频将为你介绍TK300的安装和操作流程 箱内含有 机载电源一个 绝缘手套一双 H2.5内六角螺丝刀一把 M300电池锁扣一套 产品合格证一张 使用说明书一张 TK300地面供电系统 防水罩一个 扎带三条 照明灯一个 照明灯充电线一根 地面供电箱一台 用提供的两用电池锁扣 更换M300的原装锁扣 将满电的电池插入机载模块 并安装至机身右侧 将TK300折叠脚架展开 并放置于平面 拉出地面供电箱上的伸缩感 将照明灯安装在伸缩感顶端 照明灯状态 远光 静光强光 静光弱光 静光红蓝警示光 将LP12航空插头 与无人机机载电源LP12航空插座模块连接 将扎带或胶布固定在无人机脚架上 将地面一体机侧面电源盖打开 将供电线接头与试电或者发电机插头连接 TK300操作流程 开启无人机电源 检查无人机状态 如有故障需排除故障后 再重启无人机 在无人机状态正常情况下 将无人机上升至约2米高度悬停10秒 确定无人机在没有细流供电的情况下 可以正常飞行 开启地面一体机侧面的橙色总电源开关 先观察控制系统是否启动正常进入待机状态 在面板布局里 长按电源开关按键2秒启动电源 当电源开关键灯光变为绿色 则表示系统开始工作 此时无人机可以起飞 上升速度请控制在每秒1米 达到指定高度后 无人机悬停 无人机降落时 在面板布局里 长按收线开关按键2秒启动自动收线 操作无人机开始1米每秒速度下降 无人机降落到离地2米左右 长按收线开关按键2秒停止自动收线 无人机降落 在面板布局里 长按电源开关按键2秒停止电源 当地面一体机灯光熄灭 则表示系统进入待机状态 将地面一体机LP12航空插头 与M300机载电源LP12航空插座模块脱开 在面板布局里 长按收线开关按键2秒启动自动收线 将多余的线缆回收 关闭地面一体机侧面的橙色总电源开关 并关闭无人机电源 轻拉并收回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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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